再來是嘉義氏 一個十七歲的年輕人 沒睡覺 總是在社區化到大小聲 不就是本這個鼻鼻子 只要跟火一樣說說破 甚至還會拿菜刀 在社區落落小 是跟其民母到心肝很不懂得 家鄉也證明這個年輕人 會隨時薄化工傷到 所以保車衛生局來協助 跟這個年輕人帶到便宜去治療 但是其民也是很不安心 所以決定要開祝福大火 來討論議員 是不是要聽年輕人的這家伙子 換你開這個社區 年輕人拿自己菜刀 不然要出現在管理室 拿菜刀呢 危險 就這樣拿自己菜刀 在社區來怕來怕去 這個十七歲的年輕人 是社區來祝福 不然要花大小聲 然後吹哨子 不然就是丟那個 發盆盆栽 竟然伯母大小聲 弄東西 有時候真老就是兩點多久 既然沒辦法真受 左臨右色就是精神都很壓抑 他的老婆已經過身了 不然是跟媽媽、阿嬤一起大 只是媽媽的身體不好 阿嬤年紀大 冠賣燈 不過他的行為 親像不定時帶大 讓祖父都很驚訝 連署都可以強制 搬離 就算台東所的祖父同意 但是不可以控制 他們搬出 不然在家宿的同意 已經請為新叫協助就醫 家庭管教的問題 還有環境的適應度 那所以可能最近情緒比較高張 雖然年輕人已經被安排斷治療 不過之後也沒辦法安心 希望他回到家後 可以電極灰燼 讓他們一宫晚上就心驚驚 請看 顧 雖然